记者黄旭磊高中报道,学测今天举行最后一天比试,高雄考区有考生将身份证遗留在座位,索性及时领会为遗失。 今年学测首度以身份证等五种证件取代总考证,今天27日为107年学测第二天进行英文、自然及国文写作考科。 高雄大学负责考区的中山高中及所应高中市场,三科缺考人数各为35、43、78人,多数考生攜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应试,一男一女考生后将身份证遗留桌面,索性离场数分钟后领回。 今天考英文科,中山高中社会组考生王维奇认为,作文讨论一窝蜂式排队现象,举自家附近新开三明治店为例,民众排队长鲜,但口味普通,建议民众因独立思考并判断不要意味跟风。 自然科部分考生流程委认为,考科偏难,题目落落长结合时事,重力播或常数计算都有入题,若傻傻读肯定且不完,得抓关键字。 高雄师范大学校长吴连赏表示,今天共考英文、自然及国文写作等三个考试科目,英文缺考人数68人含三名特殊考生自然缺考人数68人含三名特殊考生国文写作缺考人数66人含特殊考生三人秩序良好,未发生任何违规事件。